科技创新成就展上看门道 时速600公里 中国速度再次震撼世界 今年7月20日 中国速度再次震撼世界 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 标志着五贵老卧了 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高速磁浮项目技术总师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工程师丁三三说 他的基本原理 是利用电磁力来实现列车无接触运行 与传统交通方式不同 他的牵引供电系统布置在地面 随列车位置分段供电 相邻分区只有一列车运行 基本没有追尾风险